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老師好 今天有幾位新朋友 我再自我介紹一遍 我叫李玲 大家叫我李老師 老菩薩他八十五六歲了 老人家 其實身體還算蠻健康的 腿痛一直都不好 然後他現在都不能 他以前有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經常來這裡念活 但是現在已經不能上公車 就是腳啊走路不方便 孩子也比較忙就沒有空 那他有 自己平時有運動 每天他有走大概四 四十到五十分鐘 可是都不好很奇怪 那個腳 那他有請我去他們家幫他按摩 那我們有隔一個星期去做一次 他的手也會麻木 然後他有吃那個血壓藥 他血壓其實這個血壓 一百四十多 高壓一百四十多 那我們印象中 大家印象中正常的血壓是多少 120 120 可是120大家知道嗎 120是對年輕人來說的 對這位小伙子啊 可能像我這樣的話120是正常 可是65歲以上 這個我們經過查證 就是很多科學的研究報告證明 65歲以上的老人家 你們那個120 對你們來說是太低了 140左右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在比較 那個血壓的時候 我們不要去拿120和80 那個是年輕人的血壓 如果你上了65 你不要拿這個來參考 所以如果你去量出來 你說你130啊什麼 那是正常的 如果你70、80 像我們今天有一個老人家 他是92歲 那他130、140 完全正常 那為什麼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人體他那個血壓 他實際上是要幫我們 用那個 就像那個棒 就是把那個血液啊 送到末梢神經去 末端神經 那如果我們血壓太低 這個血液啊過不去 到不了末梢神經 到不了大腦 因為從那個心臟 我們要往上啊 往下走 那個血液啊 可是如果血壓太低的話 他是到不了末梢神經 你大腦會缺氧 手腳啊 他缺氧了以後 他就會開始是痛 然後會麻 所以那個老人家 他原來他是140多 醫生就給他開血壓藥了 就給他吃降壓藥 每天吃半片這樣 那我們有教他做一些運動 然後幫他按摩了 那昨天我們在幫他做的時候 我們是加上經絡拳 幫他敲打 重新抱經這裡 等下我會教大家這個運動 對血壓降血壓非常有效 那我們昨天才做了一下 幫他做 然後做完了以後 在量血壓的時候 他的血壓降到100 110 111 109 他之前量 我們上一週還量139 第一次量的時候是140幾 149到150 所以他一直有再吃藥 那因為我們有每一週幫他按摩 然後幫他做一些經絡的排打打按摩之類 就慢慢降下來 到昨天的時候才110 109這樣 那對一個86歲的老人來說 其實這個血壓是非常低的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已經 那個年齡 已經七八十歲了 那個140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的血管 越來越弱了 就是你不能去跟年輕人比 所以我們血管的話 他要把血液 把血液打到那邊去 他就需要人體加壓 所以我們人體是一個很精密的儀器 他就哪裡需要他就會哪裡去處理 我們不要完全去依賴那個藥物 依賴藥物當然可能暫時性的 我們會得到一個效果 好像血壓降下來 血糖會降下去 這樣 但是這只是暫時的 大家看一看 真正吃藥多的人 到最後面全身都是病 吃高血壓的藥最後引起心臟病 然後腎臟又壞掉 洗腎啊什麼 那很多很多毛病 那我自己本身是職業按摩師 所以我有接觸到很多病人 那我在按摩的過程中 我就會發現 有一些病人 他們是什麼藥都不吃的 我有一個老外的病人 一個女的六十七十歲 她說她除了去醫院開刀 把那個孩子生下來 去過醫院以後 她再也沒有去過醫院 她從來不拿藥吃 她即使有保險 她也從來不吃藥 她身體非常的好 但是她有定期 她就是找按摩師按按摩 然後其他的那些藥物都沒有 所以她非常的健康 身體那個皮膚她七十幾 八十歲了好像 八十 1933年的 八十歲了這個 她身體那個皮膚非常的有彈性 很光滑細膩的 就像那個年輕人 很像那個四五十歲的那個 那個年輕人一樣 但是我有碰過有老人家吃藥的 那我的病人 都是滿滿年紀滿大的 六七十歲 八十歲的那些病人 那他們來做按摩之前 我們是需要她寫一個intect form 上面就會有病史說 你吃過什麼藥啊 有一個老人家很好笑 她知道要填這個表 她知道填不下 她就把我印了一張 整整一張A4紙上面所有的藥 一路排下來 一路排下來 那個真的很可怕 她吃的藥像吃飯一樣 每天一大把 所以她周身都痛 全身啊 我幫她按摩的時候 那皮膚啊 質感也很差 那個很多那種重重的 然後起那個疙瘩 反正摸上去啊 那個感覺粗粗的 然後一個一個疙瘩 看上去就很不舒服那種 很不健康的 所以我們其實從皮膚啊 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健康狀況 那我們看一下 有很多人 臉色黑黑的 灰暗灰暗的 那個中毒很深啊 你覺得啊 真的 那我們看看自然健康的 看一下那些小朋友 我們就知道 那個臉色 那個放那種粉紅 還有那個光啊 年輕人 他如果體力夠的話 那他那個臉上放那個光啊 就是健康的光啊 那有一些 那個灰暗啊 黑黑的 特別是女性喔 跟年輕 我們看一下很多女性 他那個臉色非常的灰暗 整個臉是黑色的 然後有長色斑很多 那個就是那個排毒功能 非常的差 所以他們排不出去那個毒素 最先表現在他臉上啊 身上啊這樣 皮膚排毒 它是一個排毒系統 他幫呼吸的嘛 然後身體很多的毒素 也是經過皮膚來排的嘛 所以我們 大家在觀察一個病人的時候 觀察一個人健康不健康 其實可以看他的臉色喔 那我們知道說健康真的 我們不要完全去依靠 那個醫生啊 或者按摩師啊 這些東西 健康完全是靠自己 那剛才這位老先生 他也有看到那個 我們周文山老師 講的新世紀飲食喔 裡面也講到 飲食非常的重要 對我們健康來說啊 真的你吃什麼東西 那關心到你這一生的 幸福啊 健康 長壽 那我今天 今天早上有碰到一位老人家 他 九十二歲 他非常的開朗 笑呵呵的 九十二歲完全看不出來 他的年齡耶 然後 然後 他有來 就是到 喂喂喂 老四 那他有過來那個病人 我有幫一個老人家按摩嘛 他有過來看 然後 他們九十多歲 他們還會在家 大家在一起分享 健康的經驗喔 因為我現在治療的一個病人 是 帕金森的病人 他是坐輪椅 他不會 他不會 走了 就是要扶著 很辛苦 每天走一點 然後 但是他有那種愛心 這個老人家 他真的非常有愛心 整棟老人公寓裡面 他會去下載 因為他會用電腦 他八十多歲 八十歲 今年六月份趕過生日 八十歲 他會用電腦 老人公寓裡面 很多人不會用電腦 所以他在網上下載了 很多那種健康方面的資料 就跟大家分享 結果這個九十二歲的老人家 就來他那裡拿資料 拿資料回去 他們就會有幾個老人的聚會 他就會讀給老人家聽 這些油炸的食品怎麼不好 或者是應該早上起來 應該怎麼運動 排汗怎麼排毒 這些資料大家一起共讀 自己的分享 所以我們說 人要健康 真的那個心態要非常好 像那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家 他還知道說 去跟大家分享 這些健康的資料 然後有什麼好的故事 他怎麼跟孩子相處 怎麼跟孫子相處 他今天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要看開啊 要叫孫子 因為孫子很愛他 會對媽媽有一些抱怨 他就說就是教孫子 你不要光靠奶奶 你不要光愛奶奶 一定要愛你媽媽啊 你媽媽生你養你啊 你看他會這樣教自己的孫子 就是那個心大量大福大量大 他有那種愛心對別人 甚至對自己的孫子 他也知道教他說不要說 不要聽你媽媽話 你媽媽都不對的 怎麼媳婦不好這樣 很多老人會跟自己的孫子抱怨 說自己怎麼樣 我這麼辛苦 把你爸媽扯大 或者什麼幫他 然後他們怎麼對我不好 會抱怨 可是這個老人他很快樂 他會去跟他的孫子說 你媽媽他們很辛苦 工作要養你啊 把你生下來 然後把你養大 你不要說光對奶奶好 也要對自己的父母好 所以他有這種心量 他真的很健康 那我們就講到人為什麼會健康啊 這個心非常的重要 那《皇帝內經》裡面有講到 所有的疾病呢 我們是自心為要的 真的自心 我們的心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正不正啊 那心量大不大 有沒有慈悲心 有沒有仁愛的心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個人真的心 心量非常的狹小 或者是很陰暗 對人不好 或者是 就是那種很壞的心眼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種人一般 他都不會有什麼好的報應 即使他現在暫時 可能看上去挺好 可是他背後 可能有很多很悲慘的故事 我們不了解 所以中國人他會講到 善有善報 那我們只要對別人好 對善良 有一顆善良的心 能愛的心 對所有的人 對所有的動物 那我們就會得到好的報應 那我們自己身體也會得到健康 當然說這個健康一定是要靠自己去努力 不能依賴說 我每個星期去看一下醫生 醫生開一堆的藥給我 我就把它拿來吃 我聽醫生的話 就可以健康 那我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們聽醫生的話 去吃了很多藥 那你們身體到底有沒有真的得到健康呢 所以這個四藥三分毒 這個我們中國古話一直是這樣講 那四藥三分毒 我們講的是中藥喔 還不是講西藥 其實這個西藥有個名稱 另外一個名稱 就叫毒藥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前天 我有一個客人 因為他很沮喪 他有講到他 老闆已經跟他談話了 說他 問他要不要退休 因為他 他本身是工程師 可是他現在因為吃藥 他就是因為有一些高血壓 他人很胖 那位先生 然後醫生就給他吃了 降血脂的藥 然後他有高血壓 有高血壓的藥 還有吃什麼 憂鬱症的藥 他就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現在整個人完全的 就糊塗了 他每天上班 他不知道他該幹什麼 傻乎乎的 你問他做什麼 整個人完全變呆了 我們這樣看 就是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說 反正 完全就是一個傻子一樣 他什麼都不知道 除了每天知道說去上班以外 去做辦公室去打卡 他已經什麼都不會了 真的很可憐 所以大家都不喜歡他 都覺得他很笨 很什麼 我們要想一下 二三十年前 他可是很精明能幹 學歷也很高 一個橋梁工程師 為什麼到現在他 他還沒有到60歲 59歲 他是1953年 猜多少 按道理這個年齡應該是 正好發揮他的特長工作 應該很好的時候 可是他每天上班 真的完全像個傻瓜一樣 什麼都不會了 所以他的那個主管 已經要勸他退休 他很沮喪 他說因為我還有信用卡的那個賬 要付 我怎麼能退休的這麼早 我現在還這麼年輕 怎麼可能退休 後來我們就幫他查他吃的那個藥 他吃的那個一個藥 就是完全為了降低他的血脂的那個藥 他的唯一的好處是降低血脂 後來我們幫他打印出來 整整一張A4紙 他的副作用 從頭到尾 整整一張 他唯一的好處是降血脂 可是他的副作用 連他的什麼憂鬱症 血壓 心臟什麼 一堆的那個 那個 所以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到底為什麼 我們去吃這一個藥 最後他吃到他的肝臟腎 腎臟全部壞了 整個腦子都骨頭完了 就為了降個血脂 其實我們人真的 你自己好好的想一下 如果你有這個病 血脂高 但我通過控制飲食 還有運動 完全可以降下來 如果你不依靠這個腰部 所以我們不要看那個眼前的 眼前的利用 一吃下去馬上 欸好像是降了 下次去檢查 那個指數是下來了 所以指數下來了 可是身體他不健康 那我昨天有看一篇文章 是那個尼海夏醫師 他就講到人體健康的 那個六大要素 就是說如果你去接受 醫生或者是 醫院的藥物或者是手術治療 不管是什麼 所有的治療 它有六個要素 就是你做了這個手術 或者是吃了這個藥以後 你自己檢查一下 你是不是睡眠越來越好 還有你的飲食 就是你的胃口 是不是越來越好 還有一個就是 你早上起來 能不能及時排便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排毒 大小便這樣排毒 然後還有 就是我們不是要去看那個指數 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去吃了這些藥 做了這些手術以外 我們不是去每次去檢查 我血壓降沒有降 或者是血糖降沒有降 或者血脂降沒有降 不是 它是要你自己去檢查 你自己的身體的反應 這個狀況 我吃了這個藥 或者是我 我做了這個手術以後 我是不是胃口越來越好 我的睡眠越來越好 我的膚色 我的容光煥發 是不是越來越有精神 各方面這樣來 然後我的排毒情況 我的那些 這個 這些指數啊 沒有用 我們的醫學指數真的 很多人把指數降下來以後 像我媽媽 她糖尿病也是這樣 對啊 她吃那個糖尿病的藥 還有打胰島素 她打胰島素 是把那個 那個 血糖降下來了 可是 結果是什麼呢 她竟然她一步都不能走 完全癱瘓 她打了兩年胰島素以後 完全癱瘓 後來是因為我嫂子 還有我哥哥 還有我 三兄妹 我們都有幫她 那現在我媽媽 她可以走 她可以走 七八十米 然後上樓梯 像這個樓梯 可以現在可以走五個來回 原來是走三個 兩個 就是慢慢增加 回去的時候四個 現在上個星期我打電話回去 已經可以走五個來回 她現在不吃 不打針 不打那個胰島素 她的血糖很高欸 講起來很嚇人 是按中國的標準 是十七點幾 餐前 十七點幾是很高 一般是餐後是多少 餐前六五好像 在中間的標準 她現在她不吃 她不打不吃任何藥 然後也不打胰島素 她的血糖很高欸 十幾 要是給醫生知道的話 肯定就罵她了 就說你怎麼樣 可是她的生活質量啊 整個人的身體 精神各方面好得不得了 完全像個健康人 然後能走能那個 可是去年就是前年的時候 她有打胰島素 血糖是控制在八啊九啊 是很低啊 已經基本上都標準了 可是她一步都不能走 所以我們要想一下吧 真的我們這個指數是拿來幹什麼的 你是要指數低 但是你有一個不好的生活的品質 那我們有些指數 稍稍其實真的很沒有必要 每天去盯著那個血壓 或者是血糖到底多高多高 然後你是控制住了 可是你的生活品質 真的非常的差 所以剛才我們有看到那個影片 我們講到那個飲食 我們除了人的信念一定要正 人一定要做個善人 這個是中國人自古以來講的 我們善有善報 你做個善人 你自然會有好報 那我們除了心正以外 我們飲食方面非常的重要 那剛才這位先生他有問到那個蛋白質 我們剛才講到牛奶 大部分人都認為牛奶的那個蛋白質 還有鈣質很高 就是我們看那個科學數據的分析報告 確實牛奶的含鈣量比都奶好 然後比他的那個烙蛋白啊 那些含量都很高 可是那個奶葉工會他們有公布的一個很令人遺憾的數據 就是大部分絕大部分的人 特別是亞洲人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不能吸收牛奶裡面的烙蛋白 這個烙蛋白的話 不能吸收你流在身體裡面 最後就會變成垃圾 然後排不出來 排不出來的話 他就會變成那個自癌的東西 所以這個非常的危險 那我們看那個豆漿喔 豆類 他的蛋白質 其實大豆蛋白質是非常容易消化 人體非常容易消化的 然後他的那個蛋白質 基本上人都可以消化 然後他的鈣質稍微比那個牛奶低一點 數據上是稍微低一點 可是人體也是能吸收的 它是植物性的蛋白 所以人體都能吸收 他的鈣質也是都能吸收的 所以我們在看 為什麼吃素的人 有些吃豆奶啊 他們也很健康 大部分人吃牛奶 其實中國人真的不適合吃牛奶 像我女兒他吃牛奶 他就會腹瀉拉肚子 然後他的老師也告訴他 就說因為他有那個 烙蛋白的過敏症 就是小孩子他不吸收嘛 所以沒辦法 他現在要吃那種 沒有烙蛋白去除的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是給他吃豆奶啊 他那天他買的那種可可奶啊 其實還有那種杏仁奶啊 什麼都很好 裡面他的蛋白質啊 他的鈣質啊 都很好 那大家知道 含鈣量最高的食物是什麼 黑芝麻啊 我們看一下 其實含鈣量 我上個星期 我現在基本上 可能不太記得全部 就是說十種 含鈣量最高的 那個十種食品裡面啊 黑芝麻啊 還有那些西蘭花啊 菠菜啊這些 很多蔬菜類 他的含鈣量都很高 甚至那個蛋白質啊 我們也不要以為說 肉類才有那個蛋白質很多 其實不是的 植物類的蛋白也是 它是優質蛋白 大家都能消化 很多那種 肉類的反而不消化造成垃圾 排不出來就很辛苦 那我們講到人為什麼會生病啊 因為從中國古代 我們從《皇帝內經》那裡來講 就是講到那個 經絡的問題 就是中國有句古話叫做 通則不通 通則不通 其實我們現在人生病了 我們發現 基本上都是經絡堵塞的 都不通 氣血下不來嘛 很多 像我治療的那個 Pakkinson病人 他全身都是僵硬的 那個大腿的肉啊 那個這裡的後面這條筋 我們摸上去是軟的 可是他那條筋 摸上去像骨頭一樣是硬的 所以我們想一下 如果你的血肉之躯 本來是柔軟的 到最後面 竟然變成像骨頭 竟然像變成骨頭一樣這樣堅硬了 所以這樣的話 他的經絡已經堵塞 完全堵塞 氣血下不來 所以他就會痛 那我們其實有時候經常覺得說 肩膀痛啊 脖子痛啊 那是為什麼 其實也是氣血 就是從中國人 中醫的角度來說 我們都是因為那個氣血不通 下不來 像一個姿勢 在電腦面前坐太久啊 一個姿勢不對 就是睡覺或者是什麼壓住啊 有些時候 他都會造成那個疼痛 那疼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氣血不通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打通氣血 讓他通著不通 痛著不通 那我們只要把他打通了 他就不會痛 他就是幫你把那個筋 我們所說的筋把它撥鬆 大家在按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覺到 就是像肩膀後面啊 很多人 還有肩頸這裡 我有試過一般來說 肩頸這地方應該是軟的 可是我有按過人 有一位小姐喔 那個三十多歲 他這裡竟然有一塊骨頭一樣 硬梆梆的 他就是整塊肌肉這裡 已經蓋化了 就是氣血不通 然後整個的蓋化了 這裡竟然有一塊骨頭 所以那個的話 他整個肩膀就很不舒服 那個氣血通不下來 所以非常的辛苦這樣 那一般來說 我們用這個手肘把它撥開 撥鬆了以後 那是比較 就是把它鬆緊鬆好了以後 它氣血流通 那我們就這個痛就會解決了 所以這個方法 是一個很好的保健方法 那因為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 是自己一個人獨住 家裡面沒有人幫忙 那沒辦法自己做 像背部啊臀部啊這些 沒辦法自己做 所以我們是呢 我們也跟大家推廣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那種方法 保健方法 那我們最近有 我跟謝老師在網絡上 有學一個經絡權 我們覺得那個方法非常的好 我們想交給大家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做 那我剛才分享的那個案例 就是那個86歲的老太太 她也是 她之前100多 150 差不多149 那個血壓 那我們是用按摩 腥包筋 然後經絡權幫她打 打完以後 馬上 後來就幫她量 那個血壓馬上降下來 降到110 109 這個真的很快 所以這個方法也很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大家都能學得到 而且很簡單 而且很簡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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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